青宁 香草 盐浴姬 这食材都在名上了 小青宁 这种味是比较足的 我们准备的还有一个特殊的食材 就是很少见的 先从第一眼来看 我觉得它像那种碎掉的那种探厉 黑眼 一个小塔尖的形状 还有一个红胡椒 没有那么刺鼻 你别说你有一点点微微甜 对 有果香味的胡椒 一般做菊类的菜 就是一个是要它的配色 再有一个是要它的味道 所以这也是我们李哥 自己独创的一道融合菜了 对 对 对吧 将锅烧热后 黑盐下锅 小火翻炒 加入八角继续翻炒 然后放入红胡椒 将黑盐连同红胡椒 八角一起盛出 轻轻碾碎成粉末状 香麻咸鲜的味道进一步释放 下一步我们就要给它洗澡 洗澡做按摩了 做按摩了 一点一点地往里再透 将炒好的黑盐粉末 均匀涂抹在鸡身内部 可以帮鸡肉更好地吸收调料的味道 光用黑盐从内部腌制鸡肉 还不足以显示李大哥的创意 接下来 他还会用出什么奇招呢 所以一般这香麻 到底该怎么用呢 我们做这个鸡肉呢 是给它打碎 有汁啊 刚腌料用 就感觉是很清凉的那种味道 感觉能去异味 柠檬叶 也是给它切碎 这两个放到一起 首先呢我们先要加点冰块 降温 才能够让它的味道呢 更纯更浓 味道好浓啊 有点上头这个感觉 你看它里边的纤维啊 全部都是香茅草里边的是吧 对 非常的粗 将香茅草切碎后放入料理机 再加入柠檬叶 清凝冰块 一起打碎 将打碎的香茅草 和柠檬叶的冰沙 涂满鸡身表面 腌制12个小时左右 12小时后 用烧开的水淋烫整鸡 保证鸡皮完整 再炖煮30分钟左右 将鸡肉煮熟后捞出 直接放入盛满冰块的冰水中 在一热一冷的刺激下 使鸡皮收紧 达到爽脆的口感 瀝干水分 改刀装盘 各式清净 士专家 125分钟